今天是每周三21点1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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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小时,导演组赵丽要开一次选题会 导演提前和大家沟通重逢委托人的重逢诉求和调解难度 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B组的嘉宾呢,她是双后台的女儿 她是不能叫个女儿的名字 一个叫平平,一个叫卷卷 哦,不能叫名字 对,对,对,这个两个女儿的名字是不能说的 这几个女儿呢,她是在二十,两个女儿现在二十二岁 在二十二年前呢,她是,她的老家是重庆的 然后到广东,因为她是一个剧团 在一个剧团里,她是会打那个就是下作舞啊 会弹那个什么阳琴啊 然后这个,她这个妻子呢,是跳舞的 所以他们两个认识了 但就在她让大女儿帮着说和说能不能见见小女儿的时候 大女儿的态度也转变了 大女儿就说说你现在别为难我 哦,就是一整说聊到小女儿问题的说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个小女儿啊,或者怎么样 大女儿她就是别为难我吧,你真的别为难我 她就觉得自己在中间很为难 然后呢,她觉得 她觉得小女儿为什么现在态度是这样呢 觉得就是她妈和她老儿肯定是说啥 要不不能说导致着小女儿现在思想也转变了 选题会过后,余老师提出了很多疑问 她对父亲这份迟来的爱深感不解 她认为这也是观众们内心的疑问 她将带着这些疑问进行调节 本该是感天动地的,但是我一点都感动不起来 我更多的是遗憾,甚至是一种宣处 为什么遗憾,为什么宣处 因为这一个家庭其实遭遇的是一个爱情的悲剧 不管是什么原因 当初父母离异,离异的时候 我们说对孩子的爱是不能离的 但是她的母亲带走了双帮差的姐妹 这一个父亲20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 而且她也有过三次的寻找 当然这种寻找其实并不是说难度很大的寻找 为什么妇女之间不能相见 为什么妇女之间不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谅解 这就是一种宣处 那么宣处的背后 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有以自私 由于我们为了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 我们牺牲了孩子的幸福 也就是说父爱母爱的幸福 在我眼里 这一对双胞胎女儿 她父爱母爱全部是缺失 这何来感动呢 我想尽我所能去劝导 劝解这一对双胞胎的孩子 在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时候 我们说做女人的 我们只有自己当了妈妈 你才会理解妈妈 你只有自己切身的这一种感悟 你才会有正确的这样的一种认知 我想劝导他们的是 能不能把大人的恩怨 抛到烟消云上 能不能把血烟清晴 我们让他升华到温暖的程度 我们能不能对自己父亲 这样的一种真诚的亲情的寻找 更多的表达出 你的这一种正向的理解 选题会过后 盐博士进行录制前的最后调试 没有问题了 董老师可以吗 可以了 来吧 好 游行主持人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 好久不见 我是陆瑶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的委托人叫蒋旭 她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 但是呢 已经和女儿分开二十年了 发生了什么事呢 先来看一段视频 我送给她们的礼物的 五号给盒子 五号给盒子快点 一个是娃娃 是吧 对 这个是 因为这么多年 没有给她过生日 这个娃娃是 我想五岁的时候 送给她的一个小娃娃 还有这是 这是钢笔 十岁的时候 送给她的 还有这块手表 十五岁的时候 十五岁的时候 手表是吧 对 十五岁的时候 送给她的 还有一个项链 这是二十岁 送给她 可以说是准备了给女儿 从小到大不同阶段的生日礼物 我知道你在恨我 你们都在恨我 但是 我也挺难过 我说 我说这么多年 我说是准备了给女儿 我说是准备了给女儿 我听了也挺难受的 严格意义上说 她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就像孩子讲的 在她需要的时候 在孩子们需要她的时候 她没有出现在孩子的身边 就说白了 可能她也说了 我找了 我进了自己的门里找了 但是有的时候 我明白一件事情 如果说一个父亲 真的特别特别想见自己的孩子的话 那么一次两次 可能就我而言 我会找十次乃至五十次 但她没有 只是那么几次 而且是遇到点困难 那就停下来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对于孩子而言 才对父亲有这么大的一个误会 或者说我就不想见你 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我觉得你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导演告诉我们 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 父女之间积怨已深 调解难度可想而知 前期沟通时 女儿们的态度非常抗拒 因为在跟大女儿和小女儿沟通的时候 中间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我跟大女儿沟通的时候 确实在初期的时候 她是答应我来见一下父亲的 因为我也是跟她说了一下 父亲寻找他们的初衷 确实大女儿很感动 但是在我跟小女儿沟通了之后 大女儿的态度就转变了 那具体这小女儿跟大女儿之间说了什么 我觉得我们的情感修复团队 也会带着种种的疑问去帮助我们的委托人来寻找答案 不同以往的是 这次要寻找的是双胞胎女儿 一次重逢需要进行两次的调解 好久不见寻人团队先后前往陕西汉中和深圳 导演去发之前跟我们所有团队的人说 说大家自己带好衣服 我们可能会去到汉中安康深圳 包括等等很多地方 然后说自己查好天气 然后我就提前也做了很多功课 我查每一个地方我可能大概哪天会到 然后查那天的天气 也带了很多衣服 不同的衣服 结果就是天气到了那两天之后 还是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 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人都已经热得不行了 比方说今天很暖和 然后我们穿了个特别厚的裤子 衣服长袖等等 然后如果稍微有一点冷 我们就没有外套 还是这个 这个季节的天气比较不稳定 很难把握 而且各地的温度还不一样 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现在的时候 宏庆那天是要穿外套的 因为那两天下雨 突然之间就变天了 就没有人能够预料到 今天我下了飞机 突然接到一个消息 我大女儿发给我的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二女儿小女儿不在身上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太蹊跷了 但是我不相信这个事 小孩吃西瓜那个东西 太凉了是吧 这个东西扛放 按理来说双胞胎可能两个人会很像 长得也像 性格也像 或者会有这种心灵感应 恰恰相反 这一对双胞胎 他们两个人之间是很不像的 性格也不像 然后所做出的决定也不像 然后想法也不像 包括我们这一次去和两个双胞胎 这两个姐妹沟通的时候 发现他们两个人 有些事情是能够达成故事 有些事情想法是完全相反的 节奏时分给你台前喝彩 幕后精彩 看了这么多台前幕后的精彩花絮和故事 你有没有对这期节目充满期待呢 带着二十年的懊悔 他能否在节目中见到双胞胎女儿 完整故事现在今晚播出的 好久不见